广播在放这首歌的时候 我的病人一直在出血 然后现在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会怕 我想重要的是 你今天要去进行一个手术之前 还是要做功课 那你进行这个手术 这个手术医师他到底有多少的经验 然后你在跟他对谈的时候 你觉得会不会让你放心 因为并不是刀开完就算了 你会需要后续的追踪 然后跟治疗 所以你跟他有一定的信任感 手术进行之前 我们一定会备有的同意书跟说明 一定会有手术的说明书 跟你说明手术为什么要进行 有没有替代方案 手术同意书就是你还有什么问题 然后可能的风险我们都会纸面的列出 然后也会给你做讨论 那有问题的话 在那个带了个文件回去的过程中 你还可以再提出 反复跟医疗团队做确认 再来就是麻醉的部分 如果你有麻醉的话 麻醉医师的资格 然后麻醉的那个用具的 或者是麻醉环境的设定 你也必须了解这个医疗院所 到底是不是符合你心中所想的规定 跟你的这个手术 就是以这样麻醉环境 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除了贝妥这些 我们说手术同意书 手术说明书 麻醉同意书 然后两方面都能够各执一份 然后大家签名表示都了解之外 我们还会有一些细节的 卫教的一些说明 手术前后一定要让病人了解 他的责任 或者他怎么照顾这个伤口 对于这个伤口的恢复 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最大的效果 如果今天你的手术的位置 有左右边 然后你的左右边 或者是你的部位上面 可能会混淆的话 在术前我们就会在病人的身上 先做助剂 如果在术前没有做助剂的部分 我们大概就是很有信心 这部分不会混淆嘛 那上到刀台之后 确认病例之后 我们也会在术中再次做确认 这个部分都是在术前 要核对病例的部分 就是医护人员的工作 病人端的工作要做的事情是 如果你是一个全身麻醉的手术 在手术前的12个小时 8到12个小时 一定要进食 所谓进食是不准吃东西 我们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是一个早上8点的手术 我们会请他 前一天晚上的12点之后 就不能够吃喝任何的东西 要保持胃内进空 这样手术当中麻醉才不会有 突然呕吐呛壳 然后造成吸入性肺炎的状况 另外一点是 有的时候病人会跟我们有一些 算是争执 但是我们不希望妥协的部分 就是手术之前 一定要卸妆的部分 我们会提醒病人手术前如果有做光疗指甲或者是有化妆的 这部分一定要卸除 原因是因为手术当中为了观察病人身体上的变化 我们会看唇色 嘴唇的颜色 然后会看眼瞼的颜色 然后会看脸色 另外一方面会看指甲甲床的颜色 那生命的那个监测器也会监测甲床上面血液流动的那个状态 所以如果你做了光疗它就等于多了一个阻挡 你这样阻挡 反而是带给自己就是一些危险 虽然说现在的仪器很衔尽 你夹着那个光疗指甲 它还是可以测到你的生命真相 但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让它在最准确的状况之下 不要去影响它 所以一定要卸妆 然后一定要卸指甲 我们通常在术前一定要做最后确认的一定是病人的病史 那包括这个病人抽血的检查结果 那如果有需要输血或背血的 我们在术前能够准备的我们一定会先准备好 过去病史跟过去的过敏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就相关于以前用药的经验 那很多病人会说 我以前好像用药有过敏 我自己也搞不是很清楚 这个时候也是给大家先澄清 以前用药有不舒服 有点恶心呕吐 或是头晕或心悸的这个症状 通常都是指药物的副作用 但如果你用过药之后 有觉得皮肤痒啊 眼睛肿啊 然后身体肿啊 起疹子 这个部分才是药物过敏的部分 因为很难理清 病人常常也会混淆 所以术前做这个确认 对医病双方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如果我们要开这台照之前 我们在那天早上 会把那些病例全部都看过一次 在看病例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会一边去想 等一下那个手术我会怎么进行 然后怎么下刀 上刀台之前 在病人还没有完全睡着之前 我会习惯跟病人说话 就是我会跟他说 就是这是我们即将开始的手术 那我们会一起努力 那伤口一定会尽力 把你做到最好 那我相信我们会回复得很顺利 我们现在进行的手术 如果大二分明跟生死不相干的话 我通常都会配合助手 因为助手要开心 我们手术才会比较顺利这样子 所以一般来讲我就不会坚持 但是如果可以的时候 在我觉得这台刀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会请护理师帮我放一些Jazz的音乐 我就比较放松 然后可以听这个音乐 我想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很妙的经验 就有一阵子是那个歌手那个李家伟 唱什么什么什么悬崖这样子 你知道那个 然后他那个炫技 那个高低音就落差很大 我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现在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会怕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广播在放这首歌的时候 我的病人一直在出血 然后一边出血一边听到在那里 啊啊啊啊啊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一直都在印象觉得这首歌 我就一直很不喜欢算 就有点对不起那个歌手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工作之中的那个音乐的印象 会让我们带到生活之中